本地新增10企冠病确诊率全都属于输入型病例 他们入境时已经接获居家通知或被隔离 目前我国累计病例6478起 根据卫生部晚间9点30分的文告 10企输入型病例中 两起分别是从印度和美国入境的学生证持有者 7人是来自孟加拉印度等地的工作证持有者 其余一人是在船上工作的海员 本地目前还有40名冠病病患留医治疗 一人在加护病房